驚喜氧氣鐵媒 邀您共賞1 2分之1強 歡迎收看2分之1強 歡迎來到女人之店航 翔良哥 你身為這種新時代的好男人 好老公代表啊 真的有一些 撇步要交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一下 太棒了 你這種就是要問我們 在婚姻路上的學長 老司機 老船長了 好不好 要怎麼疼老婆呢 那當然很簡單啊 對不對 第一個呢 你就像一個哆啦A夢一樣 你要準備一個好的口袋 這麼好 要口袋夠深就對了 那還有嗎 當然啦 你就是要 像快遞一樣 對 這樣超棒的 對 上禮拜Stacy姐她有跟我講說 要請我幫她買一個那個 買一個 妳們怎麼私底下會有聯絡呢 有一個那個Chanel的包包 45萬8 那這個發票妳再幫我拿給她 怎麼了 妳是誰 憲哥 妳怎麼會來 我不是憲哥 我是漢典 漢典 漢典哥不應該來 先不要 還好 45萬8而已啦 OK 來 三四個節目在線上 收好了 怎麼丟掉 好 沒有 這回事 不要私底下跟任何人聯絡 好不好 不要 說真的啦 因為妳婚已經結下去了 頭已經洗下去了 我們也救不了妳 但是說真的 如果可以挑選的話 另外一半 一定要在重要時刻 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那不是我們要的另外一半啊 對… 比如說 生小孩的時候 人一定要在嘛 對不對 抓粥 對不對 太暖 這種一些重要的時刻 你消失了 這到底是在幹什麼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歡迎的就是 聰明獨立又周到 男人見了就想逃的台灣代表 歡迎兩位 歡迎 但對面呢 不需要的時候 煩死人 你需要他的時候 他又變成隱形人喔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歡迎各位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揭露 男人搞消失時 究竟都在做些什麼呢 其實大家 當然也有已婚的 也有還在交往的 也有現在單身的 不管怎麼樣 都有碰到情感 也有一些還在亂七八糟的喔 不好聊 不好聊啦 在情感當中 你要先問他們 有沒有 不好聊 剛剛導播有拍你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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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潔 小潔 你再寫一眼 給他出聲 不用Cue我 醒一醒 不用Cue我 可以 他自己會自Cue啦 謝謝 好 第一題要問他們的是 遇到什麼狀況 會讓你想從另外一半面前逃走消失呢 蛤 我不喜歡就是另外一半在我面前稱讚 跟我同質性高的女藝人 或是 因為我們在你面前稱讚林志玲 過分 那也 那Level差啦 差滿 那我就不會生氣 因為我跟他真的是有差別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 過程 出道的時間 然後或是差不多身材的 我就特別介意 然後有一次我記得那時候我 有一天早上弄完小孩 然後那天有點晚 但是我趕著去一個外景 通常我們外景是不是先去集合 坐遊覽車 快來不及了 所以我前任就帶我去 直接殺過去 我還記得在苗栗 那來了之後就 既然已經來現場 大家就Social 寒暄一下 這時候就有出現剛剛一個問題 就是他看到了一個 女性主持人 是 花花小姐 花花的 就是名模 很資深的名模 對 但是其實 我猜他一開始只是想應酬 說先場面畫 她就說 哇 花花的腿好長 好漂亮 又白又細又直 然後可是這時候 我就在旁邊想說 這是妳老婆縱橫演藝圈 沒有別的才藝 也快30年了 不是就靠這雙長腿嗎 腿超超棒 對 那為什麼呢 她會在我面... 幹嘛 她腿很漂亮 妳覺得我腿不漂亮 我穿平底鞋 她很漂亮 妳覺得我腿不漂亮 三如 好漂亮 她腿有多漂亮 好美 好美 嚕嚕嚕嚕 不要惹到虎爸母 我剛剛是把麥克風拿下來 問妳說 她說什麼是靠腿嗎 妳怎麼直接用麥克風回答 原來妳是要說我靠的是 智慧跟美貌對不對 高學歷學霸嘛 對 對不對 又反應快 謝謝 好漂亮又甜美 妳也知道我情緒不是很穩定 知道嗎 小心 要不要吃一排穩賣 再來露營 不要亂置入啦 那總而言之是 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寒暄可以 可是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講到最後我就會覺得 對 妳幹嘛在我面前 一直誇別的女藝人 那說到底 就是我會覺得花花跟我年紀差不多 她比例真的很好 我也沒話說 但是我會覺得年紀跟我差不多 比例很棒 對 我覺得妳糟糕了 對 我覺得妳糟糕了 對 小楊哥真的是 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了 她誇別人就算了 她還要捧自己喔 因為她本身191 就高二 所以她就一直 我就那時候有點北宋 我就會說 可是我腿也滿好看的啊 妳要不要看看我啊 妳不要一直誇別人或什麼 她就轉頭一看說 妳有想過嗎 在我這身高19幾的面前 妳就是個小短腿啊 妳很矮 然後腿也不夠長 尤其是什麼 太講 但是妳知道這種感覺 就北宋到極點 因為妳誇完別人 又在吹捧自己 又來壓低自己 等於自己另一半的身分嘛 然後這個大廈錄影都在看嘛 那好 那結果後來呢 我實在錄完影之後呢 就上車 我忍不住 這時候我十分的想要逃跑 消失整個氣到了 我靈機一動 靠著就是30年智慧的冷靜 累積 我這時候轉頭看到一個人 哈校園 我說請問一下 小哈妳覺得我身高如何 她說很好 很標準 我說妳覺得我腿短嗎 她說沒有 妳腿很長 我說妳覺得我矮嗎 她說妳沒有矮啊 那我說那妳過去跟那個 跟那個人講一下 說我沒有矮 腿沒有短 然後她就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妳身高220 她身高19幾 對她而言 她就是一個矮個啊 所以一山還有一山高 妳要找200多去嗆19幾的嘛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對 一直聽到 就另外一半稱讚別人 那自然心情都會很不好 對 而且不要在工作場合 這個也很重要 那一直在逃走的夢多 你通常是什麼狀況下會立刻跑掉呢 等一下 這個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女生給男生太多壓力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大概十年吧 就是遇到的女生 都會就是 她想跟我結婚 那是我真的前輩的問題 但不是跟你吧 對 是不是跟我 你這麼挑釁你結婚喔 你怎麼挑釁你結婚喔 你怎麼挑釁我結婚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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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因為 馬丁華跟妳解釋 因為我太太是做婚顧的嘛 對 真的有一年 她真的有跟我講說 欸 她有計畫年底 有可能了 年底 就是說可能 會麻煩我太太幫她處理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太太在處理呢 可是妳太太沒有做明婚吧 做明婚 那是另外的行業 是活的 活的 活的 我太太有新鮮的啦 生猛結婚 對 就當她提出這個請求之後呢 就再也不需要這個請求了 好可怕 不是不是 說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遇到還不到一個禮拜 就是說 可能是對這個女生 我有就是滿有想法的時候 開始說 欸 妳會想結婚嗎 我說 欸 因為說真的 有好的今天 有好的明天 有好的明天 有好的未來嘛 要一步一步來嘛 但是台灣的女生 最近遇到的都是說 欸 就是還沒幹嘛的時候 就開始說 欸 妳對我認真的嗎 我真的想要定下來 但是 認真跟定下來是 我們在一起在知道啊 還沒幹嘛的時候 問妳要不要定下來 幹嘛了以後 還會問這個問題嗎 重點說重點 幹嘛了以後會說 妳會住下來嗎 還是會 還是會 但是問題是 我這個會怕 打死不退 不是 我會怕 因為想說 欸 就是為什麼那麼急 對啊 就不用 那你這樣子逃跑過幾次啊 超多 什麼超多 超多喔 因為女生會想確定 就會一直問啊 對嘛 但是我會 那個時候 我不會就是偏她的感情 我說 欸 現在目前我沒有 想要結婚的想法 我會講講 如果就是她要離開就離開啊 哇 對 至少 至少不會說 對啊 我想跟妳結婚 我跟妳結婚 不到兩個月分數 對 不會 我很討厭就是 參加我男朋友的聚合 就是跟她的朋友 為什麼 就不是每一次 可是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討論的事情 我幾乎都聽不懂 因為我沒有參與 我沒有用這些東西 我聽這些我就在幹嘛 然後 有的時候就是 他們會去唱歌 這是我最討厭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唱中文歌 然後英文歌 我也不愛唱歌 然後呢 他們要玩那些篩子什麼東西 我都不會玩 所以他們每一次 我在旁邊 我就這樣子等 然後就是他們 討論東西笑 我也要就是一起笑 不然就笑 對 不然的話 我就是很正常的臉 他們都覺得我生氣 所以他們都會誤會 就比如說 我們有的時候就是 他先會安排吃飯 吃完飯 吃飯我覺得很開心 我到那邊吃完飯 他們說 啊 也不要去唱歌 我立刻會說 喔 我要退會 我肚子痛 我要回家 我絕對絕對不回去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 第一 我自己覺得很無聊 第二 我也不想對大家造成麻煩 我不希望他們誤會 我很討厭他們 我沒有討厭他們 我是討厭這個場合 男生好像也很討厭 女生的聚會吧 我聽到這 超討厭 超討厭 我非常討厭 他們當時 你們才是無聊 我跟你講 我真的 真的 我真的 你不是說超無聊的嗎 吳楊 你出來 吳楊 你其實會超無聊 其實 吳楊 我跟你說 我也覺得我也很討厭 我們無聊 你們無恥 我跟妳講 我什麼無聊 我跟妳講 我這個女朋友 然後就是跟她交往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開始算是主宰一起 然後她有一天就是跟我說 吳楊 我的好姐妹要來 我就是聊天 我說很好啊 很正常 就是把閨蜜帶來家裡聊天 然後她們就來了 大概有五個女生嘛 然後在旁邊忙我的事 然後她在那邊一直很開心的聊天 就開始講一些八卦 然後我發現女生有一招 我是真的很討厭 你們就會突然在聊天的 追追追 刺激的師哥就會問 吳楊 你如果要用男生的角度 你覺得這件事情 對 對 對 講沒有啦 對 前面沒在提是不是 在挖洞給你跳 小亮哥 我當下就覺得好開心 他們要幫我加入他們的話題 我就開始很認真要回答那個問題嘛 我跟你講 不了幾句就開始好像在錄二分之一 想被依然被攻擊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對 這是什麼生活 然後我就是 他們就是在害你 對嘛 那 問我幹嘛 然後我在那邊很認真就說 沒有啊 你可能就是對這件事情 誤會嘛 那個男生不是這樣想 就是這樣自己想 你根本不能是這個男生 你不是問我男生的歷程嗎 後來我就想說這個太誇張了嘛 我就想說好 好 沒關係我先去買個東西嘛 我就去Saven嘛 我就不回來了嘛 我就不回來 我就等到門離開後再回來 然後女朋友就一直問我 你在哪裡 我說沒有 我剛剛在Saven 然後突然朋友打給我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後來女朋友就跟我說 好 就問了幾天 她又問了其他女生朋友來 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找事情 跟你一樣 就是我可能要去忙一些事情啊 我就一定要離開家裡 因為太可怕了 那什麼時候會希望另外一半不要在你身邊 愛手愛腳 拜託你離我遠一點好嗎 其實就是煮飯的時候我覺得啦 因為我自己就是喜歡自己下煮 但是因為我煮的東西都是比較就是歐洲料理嘛 瑞典料理 然後這些料理通常就是其實就要花很多的時間啊 因為都很多的一些步驟啊 然後那些 因為我自己煮我都有我的順序嘛 那我在廚房在煮飯的時候 就可能老婆就是會看到 然後想要一起做吧 然後我就 喔 好啊 那很好啊 那我們就是分配一下一些工作嘛 可是因為他每一次他的一些動作 他就是我覺得很慢 因為我有自己我的順序嘛 比如說他洗菜 洗菜就是我在那邊就是已經就是快要開始 就是在熱鍋啊或什麼 然後他在那邊洗菜 然後洗了就已經就是洗了十分鐘啊 二十分鐘 還要用蘇打粉來泡啊 然後一片的葉子 然後一片一片都要分開的來洗很久 所以我在那邊就是很緊 他就是又好了嗎 因為他洗完菜 他還要開始切菜嘛 對 他切了菜 他也是在那邊就是很慢 然後切一些造型啊 然後什麼 然後什麼 另外那些有什麼 一些模具啊 要來做造型啊 覺得這個很可愛啊 然後會比較漂亮啊 會看起來更好吃啊 什麼的 可是我就是 就是我在那邊就是 我的順序都是不對 然後就會變成很緊張啊 然後我就 這個來不及那個來不及 你那個好了嗎 還沒 然後我也要來幫忙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痛苦 現在反而就是 跟安東一起煮會比較快 也比較好 對啊 因為也是一起來 安東只有七歲喔 六歲 沒有十歲 可是因為我們都是那樣子 再瑞典 我們今天是五六歲 就是要開始在廚房幫忙啊 真的 就是只要一直都是固執 讓他有一種那種習慣 煮菜旁邊有人真的很 沒有一個廚房 只能有一個大廚 真的 不能有兩個 而且今天誰進去 另外一個人就不要 真的拜託 因為你剛剛講 你老婆洗菜洗很久啊 像我是 我邊洗菜 旁邊有一個人盯著我 要洗久一點 他就一邊說 農藥洗掉了沒 這個產區是哪裡 有確定無... 那個有機是... 好煩啊 履歷 對 產區 履歷 然後他說 這個是真正的土雞蛋嗎 你看這個形狀什麼 對啊 看起來又不土 對 重點是 要給孩子吃的東西 你覺得我沒事會想要毒死 用農藥毒死我的時候 是不是 不會啊 所以我覺得 因為如果今天是誰進去 我覺得就那個人全權作主 你要幫忙就follow他的方式 因為只有一個大廚 另外一個就專心的當二廚 那個真的會很歡 而且婆媳問題很多時候 就是這樣子會跑出來 對 所以廚房就是讓一個人掌權就好 對 不過剛剛講到就是幫忙的事情啊 我想到說 睡前呢 我其實本來是希望有人幫忙的 就是 我喜歡睡前聊天 哦 睡前 是幫這個忙 要幫什麼 不知道啊 你也可以幫這個忙啊 也許幫你關個燈 幫你關個門 幫你開冷氣 幫你關電視 不一定 幫你祝念 其實呢 這個 我回笑給你 我以前是睡覺前喜歡跟男朋友聊天的人 哦 那其實 那他喜歡聊嗎 這是重點 沒有 但是我 對 對 因為你是對話 對話 對話 所以你要尊重對方嘛 那有交過一些男朋友他就是不愛聊 我年輕的時候有個男朋友他自以為自己很酷 就是像那種樂團的 哦 自以為自己是藝術家跟創作家 但是那時候我也很年輕 但是就是晚上不睡覺 一直在搞搖滾樂跟創作的人 我本身睡前呢是很敏感的 就是我希望就是 親身細語好好聊天 或是傳簡訊打電話 然後如果沒有人陪我聊天 他不陪我聊天沒有關係 那我就要放一點那種冥響的音樂 蟲鳴 鳥叫 森林流水溪 哦 安靜 深呼吸 這樣子 白雪公主睡覺 他應該不會有意見吧 對 他沒有意見 他就 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 他就自己練他的搖滾樂 Rock and roll 沒有關係對不對 可是殊不知 他有時候半夜三點 會突然傳簡訊跟我說 我新做了一首歌 哦 好煩哦 但是那個歌都是那種 登登登登這樣 我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會問我兩次的吉他 前後彈法有沒有不一樣 這誰聽就出來啊 我本人真的聽不出來 而且睡到一半被叫起來 而且是那種Rock and roll 然後又問我說聲音有沒有出來一點 然後有沒有進去一點或什麼的 你知道那個感覺非常的可怕 那妳就把阿健老師的電話給他啊 這邊有一個真的聽得懂的 妳就打給他吧 我告訴你 這種心境的樂手 他就不敢找 專業的 他就覺得自卑嘛 他就是要找我們這種聽不懂的 他就很期待我們會說 好棒喔 怎麼這麼厲害 哇 妳真心 這首一定會是百萬唱銷進去 我期待你的未來 我會跟你一起奮鬥 我已經很累了 我真的很不想聽 然後有時候呢 他又會說需要靈感 突然會消失兩三天 很多男生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睡前 其實講個電話 傳個簡訊有什麼呢 他突然消失一陣子幹嘛 然後呢 突然喔 消失兩天 第三天喔 凌晨三點又來了 他就說 我現在沒有靈感 陪我去吃宵夜跟跑步 他又想 有沒有新的東西 對 就是想說 跟你散散步 會不會找到新的靈感 那我就是工具人 妳就是他的謬師 妳看不出來 我有這個功能吧 那是女神 她是女神 珊如啊 妳跟她聊好不好 喂 宇文姐 謝謝妳的分享 不是 我為什麼不得到人家的 沒有私呢 還是沒有論 可以啦 對啊 人家要我陪 可是她說 我那時候在做外景 我早上常常要起來 很累 然後我們 我陪你跑步 找靈感吃宵夜 我第二天水腫 又沒體力 然後整個換散 又不能做效果 你要我怎麼辦 妳影響我的工作 我寧可 雖然我想要睡前有人陪我 但如果你要這樣陪我 我寧可你不要來 這個問題 我也遇到類似的啦 可是我的問題 真的很難解決 因為我是跟女朋友 就是住在一起嘛 我也沒有辦法就是要求她離開 因為我們本來的那個 可以 要求她離開 對 可是這個離開不行嗎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跟女朋友的互動 我們平常就是睡覺前會聊天 那我很喜歡聊天 但也很喜歡聊天 而且但也剛好跟我一樣 就是會傲夜 就是可能會到半夜三四點 那我睡不著 你也可以跟我聊天 電話啊 是可以啊 你千萬要記住 你剛剛說 可以啊 可以啊 沒有 我已經開始洗腦了 我不要記住 你要記住 因為那是你人生最失敗的地方 那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貼心 很開心 可是我無法解說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我隔天有工作 比如說跟她要特別早起床 還是特別要早起來忙一些事情 我就會拜託要求不要在網上 就是一直騷擾我 一直找我聊天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那個女朋友 她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她會說 喔 好 你要早一點起床 所以我就不會打擾你 可是她 她會這樣闖在我的身邊 跟別人聊天 你知道嗎 就是會在講電話 或是在 可是我感覺到她是很小聲 可是 你在旁邊你還是會聽得到 你知道嗎 你是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她頭小還這樣 對 對 類似 頭小 睡不著 好吵喔 有一次我是這樣子轉過來說 我還是聽得到 她說對不起 她就開始打字 可是她沒有把手機的那個 調 對 然後你打字開始 我想說這個怎麼辦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是 我遇到的最誇張的狀況是 我跟她說我明天起來 就是要泡個棒麻麻 就是一個麻辣蔥 二十一K 然後我最近一直練了很久 我本來已經很累了 所以我今天是真的要特別睡覺 需要睡覺 她說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睡了嘛 我先睡了 我大概睡了不到一兩個小時 我又聽到她的手機 在面積 休休休 我真的醒來了 有這麼多話好講喔 我一醒來 我是真的睡不著 因為第一個 我一緊張嘛 就是隔天要比賽 然後已經覺得好累 我是真的睡不著 我一直在躺在床上 好像跟一個Zombie一樣 一直到那個腦中起來 我就起來 然後就 我大概剛才起來的時候 我應該加油交個屁啦 我根本沒睡覺你知道嗎 然後就去跑步 你知道嗎 我跑步 跑了大概15公里的那個距離 我是真的混倒了 啊 我是真的混倒了 因為太累了 累了 真的 很危險 然後就是還呱急著什麼的 然後我就發個訊息跟她說 欸寶貝有在醫院 你怎麼了 就很多女孩的 睡眠不足啊 所以從哪一天開始 她就有稍微調整 可是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改變 睡前到底要聊什麼天嘛 對啊 你睡前沒有跟你老婆聊天嗎 就睡啦 因為她不會想要跟我聊天 因為她要看她的蠟筆小新 她喜歡看蠟筆小新 然後她看一看還會考我說 這個角色叫什麼名字 我說叫胖嘟嘟左衛門 不是 不理不理左衛門 她會這樣 我覺得男生才愛 找女生聊天也睡前 因為我洗完澡以後的習慣是要 女生是要保養 花兩個小時 就是洗完澡之後 撲臉啊 然後按摩啊 她太久了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差不多了 可是用筋有按摩全身啊 妳可以請她幫妳按摩啊 太久了 不是啊 很奇怪 洗完澡 沒有 沒想到日本人會有美國時間 放輕鬆 這是放音樂啊 放鬆身體之類 可是男朋友一直一直來教我 就是抱抱啊 或是要那個親密的感覺 可是我說 她還沒結束 我的步驟還沒結束 然後她就越來越懷疑說 妳是不是對我的感情淡掉了 或是再生氣或是不爽 可是我這個是習慣 希望她等我 可是她是 她也是一下班就來找我 對 有時候是等不了嘛 有時候是你醒了兩個小時 你還是還要按摩 我才很擠 你已經心恰恰 我這是等... 不是 有多急 不是 如果是夢多來 就是 你就給她五分鐘 你就可以繼續兩個小時 三分鐘 這樣什麼不行 皆大歡迎 三分鐘 對... 她就是一個很精實的人 效率很快 效率... 節奏 從那天 她就比較失落 然後以後不強見面 不強在家裡約會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 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希望女朋友不要打擾我 因為我之前是常常做演唱會翻譯 就是很多韓國的有名的藝人 會來台灣嘛 然後我要做翻譯 然後就是他們的經紀人 我都會跟他們聯絡啊什麼的 然後有的時候我在家裡 就是工作結束之後 在家裡跟他們聯絡嘛 然後我女朋友在旁邊 她聽到那些很有名的藝人 她也當然是驚訝 迷昧 她以為我跟那個明星講電話 不可能 那是Manager 對 她是Manager而已 但是她以為是在我 我跟那個有名的人 就是明星講電話 她一直在旁邊說 欸 可不可以幫我跟她說 茶壇耶什麼的 我是她的 很可愛 好煩喔 但是那是靜靜的 會聽到這些東西 然後在旁邊一直唱那個明星的歌啊 比如說 好丟臉喔 經紀人都會聽得到欸 然後我就覺得 你先不要這樣 然後她說 啊 OK OK 但是她一直在一直一樣 一直看那個YouTube 就是他們的歌啊 然後一直 經紀人都會聽得到 然後隔天要去那個工作的時候 就很尷尬 因為她 因為就是一個保密的工作其實 因為藝人的什麼情緒 她有可能經紀人會誤會 我再透露給別的朋友 或者是迷媚之類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然後就覺得 隔天看到經紀人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也希望就是另外一班 不要就是在我旁邊 因為我工作的要求是常常要開視訊開會 可是雖然我每一次也跟我男朋友說過說 就是我在開會的時候 拜託不要打擾我 可是她都聽不進去 就像有一次呢 我跟我老闆開會 我要求她拜託不要講話 可是她的朋友找她打點動 所以她就是打點動忍不住就是麻髒話 又是麻英文的髒話 對 所以其實如果麻中文 我也覺得無所謂 可是麻英文大家就是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了 對 聽不懂就算了 真的 聽不懂就算了 可是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就是突然很尷尬 就是冷場 然後大家都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在罵我們 還是在罵誰 而且還那麼多人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當時也討論一個簽約的事情 然後就是大家就不想繼續討論 然後就說算了 對 我覺得這種時候影響到工作已經夠煩了 還有人連身體都會受傷 身體受傷 真的假的 誰啊 那個人是誰啊 就是我 就是我 謝謝 我們要講英文 身體受傷 從五分鐘 快到三分鐘 沒有 我還沒參加比賽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女朋友 就是想要健身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我就是中青年開始比賽的時候 就是我的練習的那個強度很強 如果女生想要 拜託我 可不可以教我 我可以 但是就是很多女生 就是我要練習的時候 我要跟你去 我要跟你一起練當場 你知道嗎 等一下 我覺得 為什麼唐老鴨女友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很久沒有吃現嘛 是 你裡面有是未成年嗎 沒有 唐老鴨 沒有 唐老鴨 戴希啦 戴希 然後主要的是 她一直煩我 譬如說好 如果你做別的事情可以 譬如說我上一次就是那個 練兄 那我一定要一直推 那就是你要推的時候呢 還不像是她的重心 有沒有 重量 要輕一點嘛 OK 然後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直在煩一直在煩 然後主要是她動作不對 那就是以專業的角度來 就是動作不對 那這是不是我的練習的時間更少 然後有時候就是 我要蓋你拍一招 哇 就是主要練的東西 我覺得最後有哇 有時候大叫一下 有時候有 哇 對 那我覺得真的很煩 然後呢 我就很嚴重的是 有一次是練二朵肌這樣 這樣練習練習練練練練練 然後就是她一直在跟那個朋友聊天 然後呢 就是她用得很輕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煩我嘛 我也是用到我的那個重量 這個是真的喔 二朵肌練太近 砰 直接這個牙門掉了 蛤 我的門牙掉了 因為那是鐵舟的啊 太近 那個其實很危險 對不對 真的 那很危險 我真的太近 然後那個 還有鐵的最粗的部分 咕 打到中 你自己以為那個很重 對 你就用很大的力氣要進行 就真的很危險 而且 因為你的牙子嘛 這邊也裂了喔 就吞血 哇 好可怕喔 所以還是要小心 挖什麼挖 哇 這樣講起來 男生女生都會覺得 彼此有很煩的時候啦 是 但是呢 很多時候最難過的就是 女人最需要男人的時候 她總是不在 到底什麼狀況呢 兩年前我在台灣要畢業 縮始畢業 然後我男朋友 沒有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我覺得我真的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我希望她參加 因為我在台灣沒有親人 就是我的家人都不在 當時也沒有辦法來 我覺得我帶我的朋友去 也沒有就是這種感覺 我真的希望我男朋友會在 可是前幾個晚上 我就一直問她 她會不會在 她說她會 她答應我 所以我不要擔心 可是她就是打電動 然後就說她睡不著 我一直叫她去睡 她說睡不著 她說好我喝一杯酒 我可能會睡得比較好 結果一杯變好幾杯 結果不舒服 好了睡著了 早上我要趕快出去 我要去淡水很遠 我一直叫她起來 她都沒有起來 她就說 我胃很痛 我看晚一點到 你先去準備 沒事我開車去 你不要擔心 我說好 好你答應我 我相信你 好我出去了 然後我已經到了淡水 所有的人都有家人 男朋友女朋友都在 只有我一個人是一個人到 然後呢 就是我不是要戴帽子嗎 穿衣服 沒有人陪我 沒有人幫我看 所以我的帽子都歪了 我的衣服都很痛 然後我要拍照 都超級臭 然後我一直打電話 還沒接電話 我真的已經忍不住 我就哭了 大家都覺得 我是不是覺得很敏感 覺得說 就是要離開學校 可是我也不敢跟大家說 我男朋友不在 所以我哭了 我這樣說 對 我很會想你們 對不起 蛤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告訴他們 我男朋友不在 我會覺得好奇怪 所以我就 對 我真的很會想你們 愛愛愛你們 這樣子 旁邊沒有人 自己一個人穿衣服 真的是不是很落寞 真的很落寞 沒有 因為那個帽子 怎麼會常常畢業典禮 對 因為那個帽子 他不是要就是穿的比較特別 要是要歪歪的 可是我的太歪了 所以我都是在後面 我拍照都只有這裡 就是一塊東西 就是其他的都看不到 然後呢 終於 我又找到了他 他說 對不起 因為我平常算是獨立自主的女性 我吃飯啊 看電影 做什麼事都可以一個人 可是有個地方我特別的脆弱 是 看病 生病的時候 當然 當然 女人都是會這樣 但是因為 我自己小時候是單親 我是媽媽養大 那媽媽就在外面賺錢 所以我還有一個妹妹 所以我其實小時候是要 我妹妹幼稚園 我小學 校一 我就要去幼稚園接她 然後把她接回來 然後用紅線 開門 鑰匙 然後幫她熱便當 然後她生病的時候 我要照顧她 她不會寫作業 我要幫她寫 教她 然後還有 就是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其實台北還很容易停電 她停電的時候 或是有蟑螂的時候 我要安慰她 可是其實我自己都很怕 所以到了夜晚 需要聊天 這種孤單 或是生病的時候 需要人家照顧 是偶爾會跑出來的 所以我交往的男朋友 我可以跟他說 你們不用接送我 我工作都不用 然後平常都可以獨立 吃飯什麼都可以 OK 但是如果生病的時候 請妳特別要陪我 包括一些檢查 很多人有什麼 纖維囊腫的問題 不論是在婦科或是胸部 那我胸部就有乳房纖維囊腫 所以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每半年就是差不多要檢查 跟定期檢查 他只是做超音波的檢查 那有時候也配合一些處診 那時候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可能很年輕 也比較 講話是不經腦還是怎麼樣 我就跟他說 剛好交往這段時間 有碰到一個時間要到了檢查 我就跟他說 妳可不可以陪我去檢查 因為沒有男朋友 我就找我媽 我就認了 就是說 但有男朋友這種東西 婦科 妳特別希望男孩子在 因為妳會覺得就是好像 就這種妳也不好意思 妳會覺得有一個男人陪著妳 好像是妳是有依靠的 妳也 對 然後沒想到 他那時候竟然回我說 那很... 妳以為我沒有看過 就是醫學常識嗎 他說有纖維囊腫是很正常的 妳又不是有癌症 蛤 講這個話 她說你只是去檢查纖維囊腫 妳不是確定有癌症 妳拿了報告確定有癌症 我就陪妳去 這是沒水準啊 就沒有水準啊 怎麼會講 而且... 過分啊 因為很... 妳婦科檢查 妳就是會害羞啊 妳才需要男生陪妳 我不知道是因為當時太年輕 還是她在打哈哈 其實她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我立刻... 過分的 立刻我就分手 連夢多都會陪我去了 她怎麼能不陪我去 我會陪妳 有嗎 她有答應妳嗎 我有陪妳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個人 我想說也... 時間到差不多了 時間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半年到了 下個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比較虛幻 你們約一下 我們約一下進檢中心 因為妳剛好也要檢查 捨護線嘛 什麼捨護線 我是去檢查 妳現在只能檢查釣魚線了 好可憐 不是啦 我是說這種就是我覺得 一般的男生都會很溫馨的 怎麼會講這種開玩笑 這個玩笑不好笑 真的 像我老婆啊 她通常就是一點點的小事 就是要我回家 然後不管是在家裡 看到比如說蟑螂 蟑螂要回家 看到蟑螂 就打電話馬上要回家 然後就是要找出那隻蟑螂 沒有找出那隻蟑螂 就不能離開或什麼 就是一定要抓到吧 然後這些事情就是還好 但是很妙的是 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啊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要去出差 然後我去出差嘛 然後有一天 她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一直打一直打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沒有手機 所以我沒有接到 然後後來我才看到 她的就是她有PO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 是大哭的 然後我很害怕說 因為家裡的那個火精靈 精靈的那個就開始響了嘛 哦 火警的精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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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因為就是有那個失火嘛 然後她就是很害怕 包括在安東啊 下樓啊 然後因為一個人那種很害怕的嘛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他們那種意外 意外啊 就是不是真的 對 然後後來我也從出差回來 那時候也又大概兩三次 就是一樣這個要響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大家都下去了嘛 但是也是發現 就是一個就是故障啊 或是他們在測試啊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事 後來也是就是我在外面 我在發表的店裡 離我們家滿近的 然後那時候 也是就是因為我們在那邊裡面啊 聊天啊什麼的 然後我沒有聽到手機 然後發現 欸 她又打來了 然後因為我沒有接 所以她又有傳那個 那個 訊息 訊息 是那個精靈的那個聲音 然後我說啊 又有失火 所以我就跑到 跑回家裡 然後欸 又沒事了 然後後來也是 跟朋友在親身啊 就過生日嘛 然後一樣啊 我也是沒有聽到 然後 又有這個失火了 蛤 對 然後我們準備動很快 每一天 沒有老婆拿拿火機 在那邊燒 真的 你太晚回家了 沒有 我沒說啊 可是因為那時候 遲一點了 差不多了 來 對 趕回家囉 這不好 好棒 對啊 其實真的 可是因為最疲憊 但我的奇怪 那時候我在朋友生日的時候 然後沒有接到 我那天回到家裡啊 隔一天的一大早 她就帶著小孩 然後去跟她哥哥 就是去伊朗玩 三天都不回來 生氣了 喔 哇 怎麼辦 又不是我的作欸 可是如果你這種問題 應該最直接是問管理員 因為其實如果他真的故障 有一天真的發生的時候 對 怎麼辦 他就危險了 對啊 你就直接叫人家來修就好 可是他已經算好男人 我覺得他算好男人 他會回去欸 他是很好 他跑回去 因為他是都會回去 我是有一任男朋友 他是答應我的事情 然後反而不去了 就有一年他生日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就策劃一個 沖繩小旅行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我就送他一個小旅行 然後我就找我兩個姐妹 想說四個人去比較好玩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 他也答應了 然後機票啊 飯店我都訂好了 一直到前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開始跟他講說 我們要去哪裡 去哪裡的時候 他才發現說 欸 有兩個女生要跟著一起去 因為他之前他只有聽到 我要送他旅行 他沒有聽到說 原來我要找兩個姐妹一起去 他就覺得說 如果是我 甚至是我們兩個人的時間 你幹嘛要找兩個電燈泡去 然後他又覺得 他一個男生要帶三個女生很麻煩 他就突然爽約 他就真的說不去就不去了 我就怎麼求他怎麼求他 他就真的不去了 到後來就我們三個女生 自己去沖繩玩 然後在沖繩的時候 我就每天一直打電話給他 然後一直傳訊息給他 就是訊息就是已讀不回 然後電話也都一直掛電話 都不接喔 我就一直害我旅行的時候 就一直很擔心 就覺得他在生氣 我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然後甚至在機場的時候 還買了他的生日禮物 想說回來要送他 補償他 我就賴他 剛剛講說 我買禮物 我回來補償你 那他回來的時候 他還是跟我冷戰了一個星期 真的 那個男女的事情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 我的這個是 你要來聊男女的事情 我沒有答案 我其實真的是一個沒有答案 好深喔 我現在就是回頭想一下 就是聽大家的故事 我也沒有做錯事啊 因為有一次 就是那天跟女朋友答應好的時候 我11點去找他 因為他有應酬 但是那一天喝了第三瓶香瓶的時候 就斷線 就是斷線 真的喝醉了 超醉 然後就是起來還在店裡 我騎了一支店裡 然後就是看我手機沒電 然後我說我趕快充電 然後心裡說完蛋了 然後充電之後就看到 有一次的電話是50通 然後就是最後是 你為什麼不來救我這件事 我說趕快就打電話給他 是 他說就是因為那一天 看好那個客戶 就是喝醉酒的時候 就是會吃豆腐 所以希望我趕快去救他 但是第一個 OK 怎麼知道那一天的客戶是吃豆腐 然後第二個 那個我有報告 對 那你是不是你來去找我 對嘛 但是他也就是生氣啊 他很生氣就是我沒有去找他 所以不會沒有關心到我 所以就是我也 我在店裡一個人就這樣睡 我起來的時候就睡快天亮啊 可是你的手機為什麼會沒電呢 因為既然是自己的店裡 隨時都可以充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的員工 對我很不用心啊 所以找啦 喔 如果好員工 是不是老闆的手機幫我充 或拿去賣 沒有 或是可以接起來嘛 對 不是你一定 而且重點是他一定是找你找不到 對 女生只要找人找不到 就會開始胡思亂想 是 沒有他知道我在店裡啊 他知道啊 你手機不通話就不確定你在店裡啊 你也一定有不在店裡被抓到過啦 有 有可能店裡也有別人 你說你在店裡 但是你有在別的地方過 一定有 嗯哼 柯妤 你為什麼不去 你擔任法官的角色 好啦 對不起啦 我知道他不是 其實起碼他有道歉啦 沒關係啦 那只是他荒唐的過去 其中一小段 對 只有一部分而已 一小段 千萬不要搞失蹤 打了五十通電話 你都不接 那你就是自己找死嘛 對不對 先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二分之一強